瓦邦的电诈问题一直是中年两国之间的一个敏感话题,也是两国警方合作的一个重点领域,中国警方曾多次向瓦邦方面提出要求,要求瓦邦方面配合中国警方,打击辖区内的电诈犯罪,将电诈分子移交给中国警方,洞见历史人物,品息世间百态,欢迎订阅爱观历史。 然而,瓦邦方面的态度却一直不够积极,甚至有时候还会为电诈分子提供庇护,导致了一些电诈分子逍遥法外,继续进行着他们的犯罪活动。 瓦邦方面的不作为,也引发了中国网友们的强烈不满。 尤其是在今年10月,中国警方公开通缉了两名电诈头目陈炎板和硝烟快,悬赏通告显示,两人在缅甸善邦第二特区分别任建设部长和县长。 这消息一经曝光,就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网友们纷纷谴责瓦邦方面的包庇和纵容,要求瓦邦方面立即交出这两名电诈头目,否则就要对瓦邦进行制裁和抵制。 面对中国网友们的强烈声讨,瓦邦方面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在10月16日,瓦邦联合党中央委员会公开发文,宣布给予陈炎板和硝烟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军籍的处分。 并表示将与中国相关部门对接,安排有序回国。 瓦邦鲍有祥是缅甸最聪明的人,白锁成被抓,他马上通缉自己亲侄子。 鲍有祥不愧是毅力瓦邦三十年不倒的老狐狸,他做事面面俱到,能看清大事,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从不得罪人。 在得知白锁成,白银仓等电诈头目即将被移交后,电诈重灾区瓦邦鲍有祥马上按耐不住了,主动出击,再次重新配合大国抓捕通缉令,发出对其亲侄子报言版以及何春田二人逮捕令。 不管是真是假,鲍有祥这一套装模作样的功夫,绝对是练得炉火纯青。 事实上,东方大国最早对缅北电诈头目发出来的通缉令并非是缅北国改,而是缅北瓦邦鲍有祥的亲侄子。 他的亲侄子,当时是瓦邦副总参谋长军职。 由此可见,瓦邦才是第一电诈重灾区。 而且,作为瓦邦副总参谋长,对于滋养军队的资金来源拓展,鲍有祥是绝对知道的。 也就是说,亲侄子报言版利用来自大国的电诈款来滋养瓦邦这群人数接近三四万的匪军,绝对是经过鲍有祥同意并默认的。 缅甸一旦打成四分五裂,刚刚大国绝不会袖手旁观。 不久前,在中方的介入斡旋下,缅甸政府与一些缅北民族地方武装达成了停火协议。 缅北的战事暂时告一段落。 然而,缅甸其他方向,近日,却又出了意外。 随着敏昂来大将代表的军政府,准备放手一搏。 缅甸国内的局势,显然已经进入了又一个危机期。 正如缅甸代总统敏锐此前警告的那般,局势一旦失控的最坏结局。 就是国家的四分五裂。 多家媒体报道称,大量缅甸年轻人正在试图逃离这个国家。 而泰国是其中许多人的优先选择。 目前,泰国驻仰光大使馆已经挤满了寻求离开缅甸的年轻人。 人数有数千,是之前的几十倍。 泰国方面表示,他们每天会发放400个名额。 然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名额完全是杯水车薪。 这些缅甸年轻人之所以争先恐后的出国,与缅甸政府近日宣布生效的国民兵役法,有直接的关系。 据介绍,这项法律规定,每个缅甸公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 且必须应征入伍,涉及18到35岁的男性以及18到27岁的女性。 如果是符合技术性兵种的征兆对象,年龄则放宽到18至45岁的男性以及18至35岁的女性。 不过,有另外五种人可以不用服兵役。 一是宗教人士,二是已婚女性,以及虽然离异但育有子女的女性,三是肢体残疾人员,四是经过军医检查确定不适合服兵役的人。 五是得到中央征兵委员会批准不用服兵役的人。 这条法律还强调,如果应该应征入伍的人选择逃兵役,将面临五年的牢狱之灾。 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条法令近日才正式生效,但其并非一个新的东西,早在2010年的时候,这条法令就已经被制定了。 而2010年正是缅甸一个微妙的时间点,当时的单瑞政府试图推动缅甸从军人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 并在事实上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不过从2021年至今,缅甸的局势明显说不上乐观。 回到征兵的话题上来,免莱大将选择现在批准这条法令的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缅甸军方在这一轮的内战中损失不小。 有消息显示,缅甸政府已经丢掉了对于大量地区的控制,包括从与中国接壤的高地一直延伸到孟加拉国附近的海岸线。 危机组织缅甸高级顾问霍西认为,缅甸军方正面临着严重的人力短缺问题,这也是其在历史上首次引入征兵制的原因。 有机构猜测,在去年的时候,缅甸军队大约有7万名能直接参与战斗的士兵,然而反政府武装的士兵很可能与之相差不多。 而且,在去年10月份爆发的新一轮内战后,缅甸军方的实力更是被进一步削弱。 而反政府武装的实力却可能壮大,此消彼长之下,各方的力量差距可能会更加明显。 有消息称,每个缅甸军营按照惯例应该有200名士兵, 然而现在大多数军营都难以达到这个数字的一半,而且不仅是普通士兵,军官人数也在下降,包括准将在内的军官损失明显增加。 有叛逃的缅甸陆军前尚未称,他正在帮助其他政府军成员逃离,如今的一些缅甸军营只有一百多个人。 种种迹象都显示,缅甸政府军现在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即战场上的失力会削减自身的力量。 而这种情况又会导致缅甸政府军在战场上更加困难,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缅甸的反政府武装似乎是越打越起劲,有不少报道都提到,缅甸政府军难以增派地面部队支援前线,很多时候只能出动空军进行支援,然而这一举措却收效甚微。 一是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大批缅甸年轻人不愿意参军,因此纷纷前往国外躲避战乱。 二是即使征到了新兵,缅甸军方是否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培养他们也是一个未知数,毕竟诸多事实都证明,让缺乏训练的新兵弹子上战场。 和让他们送死没有区别?我要么逃跑,要么加入革命力量,缅甸年轻人对征兵法感到担忧。 仰光幸免于2021年政变引发的缅甸军队和抵抗力量之间最严重的武装冲突,但在2月10日军政府宣布实施全国征兵后,该是年轻人的生活可能变得更加不稳定。 根据最近启动的法律,所有18岁至35岁的男性和18岁至27岁的女性现在都必须服兵役。 而那些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即使年龄较大也可能被征兆入伍,逃避征兵的人可被判处3至5年监禁。 目前尚不清楚如何进行征兵的完整细节,我很害怕。 26岁的私立学校教师苏女士告诉媒体,我可能会被捕并被迫服兵役。 我一般会尽量避免在外面待到很晚并避免旅行,但这并不总是可行,因为我必须工作到很晚。 出于安全原因,苏女士拒绝透露自己的全名,她说,我想以任何方式出国。 虽然一些在政变前与缅甸军队作战的少数民族武装团体已经实行了强制征兵的做法,但这是军政府自称的国家行政委员会,SAC,首次启动征兵法。 2010年,军政府发言人佐敏敦在证明这一决定的合理性时表示,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团结起来打击该政权所谓的恐怖分子。 然而,分析人士认为,此举是由于自2023年10月抵抗力量突然发动进攻以来,军方在该国北部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 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执行主任敏金队,海峡时报,表示,军队确实需要新兵。 因为过去三年来,他们经历了许多损失,叛逃和开小差。 在鼎盛时期,他有20万军队,现在已经减少到75000人。 ST采访的年轻人对这一消息的反应是蔑视和嘲笑,同时也充满了深深的焦虑和幻灭。